這一次你的特別條例的特別預算裡面 老實說 大家都很清楚 真的 黨樁的嫌疑非常重 比如說 剛才就有人提到 榮衛衛那個幸福餐 我讚都我讚 他輪度預算有編耶 房貸165億 55萬戶 一個人3萬 165億 結果門檻定下來 台北市的幾乎沒有啊 他房價不能超過一千二百萬 幾乎是這樣啊 你再來給我講 不要急 我還沒叫你講 好 不要急 所以你可以看 這一次整個邊的通通是在 顧南部的票 道道弟弟 是一個綁裝顧票的一個特別預算 聽話你講 聽話你講 其實 你與其說165億 給房貸153萬 不如發現金1萬 一家3口3萬啊 一家4口就4萬啊 為什麼你只發6千 6千我都覺得要越快發越好 來我算給你看 絕對可以發1萬 現在過去怎麼編這3千8百億的 這個你不要回答 財政部長不要回答 我給你上課 原來根據超增4千5百億 後來又說超增4千9百50億啊 結算出來 超增5千2百3十7億 比原來的4千5百億 多多少 多這麼多 扣掉給地方政府816億 扣掉這一次的3千8百億特別預算 通通給你好了 假如620億 所以我公開兩個呼籲 第一個 結果我歡迎柯建民啊柯總召 一直投降一直說 4月11才能夠錢發給人家 他嗆我 我說3月底就可以發 只要不要朝野協商 那一個月的動期 我呼籲朝野各黨團 真的 不要那一個月的朝野協商 你一直協商 我到哪裡去啊 我去到哪裡 人家都問說 欸 當時用的錢啊 最好一萬啦 我的答案我就告訴你 只要我們能夠砍300億下來 他的621億加300億 就是921億 發給大家 血管6千 3月底發6千 以後再發4千 再發一次4千 這車就很溫暖啦 大人格就是大人格 你這樣 這三年 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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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我們受到COVID-19影響的人 每一個受到影響的狀況不一樣 那在這個疫情的過程當中 最受苦的就是中低收入戶 中小企業 學貸族 通勤族 還有這一個 那個平常都在做啦 所以我們 那個平常都在做啦 你是財政的專家 那個平常都在做啦 你是財政的專家 你很清楚 這樣分配是公平的嗎 這一次要不是我們原來 那你為什麼要補號6千呢 那根據6千都不要補號 6千 6千是每一個人分享全民 經濟共享的成果 但是 我們也要照顧到 若小的 6千是照顧全民 1萬更照顧全民 那你發6千公平嗎 6千以外 我們還特別去照顧 還有一筆經費 去照顧弱勢 那你說啦 你不知道啦 你拿到高義啦 因為有疑問是我們先講出來的 可敬民不同意啦 就這樣而已而已啦 答案這麼簡單 是嗎 那你自己做的 我真的想不想去 我真的想不想去 我真的想不想去